立法院在開朝野協商充滿火藥味 因為黃國昌在20號下午3點半 突然發朝野協商通知說一個小時後開會 綠白互槍對方不懂議事規則 史上最速箭30分鐘發函 這個真的艾南很難配合 有黨邊對於議事規則顯然是不是太熟悉 但沒有關係可以補強 多讀一點書是沒有問題 請我們召集協商的白紙黑字寫的 就是民主進步黨黨團要求我們召集協商啊 我知道時間比較趕非常的抱歉 進步二讀之提案 需交付黨團協商 由提案委員所屬黨團或提案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這個我可以送給你們沒有關係 這個號稱台灣立法院活字典的周恩來秘書長 歷年的專書 吵吵鬧鬧中三黨達成共識 23號召開實案專案報告 但柯建民還臨時提案 希望落實議場內不得攜帶麥克風等物品的規定 以免許曉心黃捷互搶麥克風大戰再上演 韓院長我們同事那時候曾用大哥大當武器 黑金鋼當武器 照議事規則來好不好 到立法院議場安全維護其關於要點 這個麥克風對民進黨過去啊 哇這不得了啊 不是只有鐵門把這個用鐵鏈帶進來啊 柯總召我兩個眼睛看著你看到沒有 I'm watching you OK 現在真的是我覺得真的是 柯總召現在真的越來越像佛像 所以不斷地強調大家要按照國會禮儀來進行 一句話萬里長城經由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秦始皇是政治人物啊 萬里長城留在那裡 我們將來好好的努力 今天不做決議 各位容許我 我來就是做成請大家自己回去約束自己的黨團成員 韓國瑜引進據典不躺渾水 未來的義式攻防還有得看 美式新聞陳寧檢視風 陳輝紅腿報道